今天中国足协在上海是召开了2020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专项治理工作会议 在会上就公布了一系列的新政的细节 在这个会议上中国足协就公布了 俱乐部的名称非企业化变更这样的通知 是发布了2021到2023赛季各级职业联赛俱乐部财务约定的指标文件 还公开了国内球员和外援的最新献心令 同时也有相对应的监管以及处罚措施 首先是球迷最关心的俱乐部名称问题 足协新规规定 俱乐部报名参加联赛的俱乐部简称或者球队名称 应当规范为行政区划加俱乐部名称 球队名称当中不得含有其他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名称 并且不得使用非汉字 第二点是俱乐部的财务规定 2021-2023赛季俱乐部总支出限额 中超俱乐部单个赛季不得超过6亿元 中甲单个赛季不得超过2亿元 中乙单个赛季不得超过5000万元 包括轻训费用和女俗费用 不包括体育场地基础设施费用 轻训费用不包括独立于足球学校运营经费 第三点和球员有紧密联系 也是球迷相当关注的一点 就是中超限薪新规 新规规定 本土球员顶薪500万元 一线队本土球员平均薪酬不超过300万元 外援顶薪不超过300万欧元 外援总额不超过1000万欧元 入籍球员 俱乐部可以选择外援薪酬标准 或者是本土球员薪酬标准 俱乐部单个财政年度总支出不超过6亿元 第四点是处罚规定 如果球员在赛季当中被发现薪酬超过了规定限额的 将被处以禁赛24个月的处罚 如果俱乐部违规发放奖金 已经查出 每次将被处以扣除审查报告签发年度联赛积分3分的处罚 如果俱乐部球员平均薪酬超过限额规定 该俱乐部将被扣除审查报告签发年度的联赛积分9分 如果俱乐部采取弄虚作假故意以满等方式和球员签订阴阳合同或者违规发放薪酬 已经查出其剥夺该俱乐部当赛季比赛成绩 并在下一个年度降级至第一级别的联赛 涉事球员将被禁赛24个月